小S在两岸都是很受欢迎的艺人 但是艺人其实也很辛苦 假在两岸之间 有时候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讲了这个话台湾的网友骂你 讲了那个话大陆的网友骂你 所以这么捏拿真的是很困难 小S是声援 或是支持台湾参加东京奥运的国手来讲 他说他们是国手 有什么错呢 他们是中华 这次的队叫做中华队 虽然是叫做中华台北队 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中华民国 代表的就是台湾 台湾出去的中华队 那你依照九二共识的精神 那不是就是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一中各表 各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表中华民国 我们就是中华民国 他们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彼此我不承认 但是我也不否认 就是精神就在这里 所以当小S说 这个国手们替国手们加油 听说大陆有些网红就不高兴 这有什么好不高兴呢 本来就是这样 而且你越不高兴 民进党越高兴 真的是这样子 你现在把台湾所有人都打成台独 那不照你们的定义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台独 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简直敌友不分吗 真的这样 亲痛愁快就是这样 所以对小S来讲 第一个他一向是很热心公益的人士 比如我们中华前年 办这个拥抱希望传出外 年底这个义卖活动 他也来做我们的代言人 他不但分文的报酬不取 还把他宝贵的东西捐出来 一个包捐出来 让我们义卖 像这样的艺人支持都来不及 怎么要抵制他呢 而且事实上 这么多的奥运项目 台湾中华队得奖的 就那么几个 到现在为止两斤 两斤四银四铜 当然跟以前比是不错的 但跟中国大陆比 大陆二三十个斤了 昨天我看已经二十四个斤了 对不对 已经排名第一了 那以前大陆最讨厌输给日本 输给韩国 你现在连输给台湾 都要这么介意吗 何必呢 对不对 就是说你比如说 好我们看转播比赛 那大陆选手拿金牌 那也是台湾银牌铜牌 或是煤牌颁奖的时候 你奏起义勇哥进去 我们也在听啊 也没有切断 也没有转走啊 彼此互相尊重 有什么关系呢 台湾已经 其实德派已经不多了 那当然要鼓励这些选手嘛 鼓励他们 像小S上有 有这个有名的艺人来鼓励他们 对他们也是很大的一个激励嘛 何必来打击他 何必来排斥他呢 所以基本上我是支持这个小S的 小S加油 那是从事实度上 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